第十三順位 大家好,我是JM冠名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球員是來自Kentucky Wildcats 以優質的第十三順位入選熱活隊的Tiler Hero 如同上一部影片所提到的Duncan Robinson Tiler Hero投籃知識標準擅長三分球 能快速的透過隊友的掩護在接球後瞬間出手 然而他在球場上的功能並不僅僅局限於定點撤手 以學長Taven Booker為模板的Tiler Hero在進攻的手段上以具備多樣化的招數 三分線外的後側步對他來說有如家常便飯 與公牛隊的比賽裡Tiler Hero更在延長賽路後三分的情況下 以一氣Step Back得到出手的空間 在關鍵時刻替球隊追平比速 在切入時他也可以用後側步吸引防守的注意 替隊友創造籃下得分的機會 同時Hero的基本動作也練得非常紮實 不論是過人的腳步或是上籃時的左右手運用 完全看不出來任何新人的青色 像這裡的Double Drag Hero跑位時就意識到對手的中心不穩 因此在接球的那一剎那 用一個Jab Step晃掉了Kobe White的鋪防 直接上籃得分 這球Hero則是利用他外線的威脅先擺出要投籃的姿勢 在Lew Williams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 瞬間加速指導黃龍 並且在切入後以同手同腳的高級上籃動作 避開Landry Shemmett從肉邊的補防 與無視隊的比賽裡 Togo Bam的第一手傳球Hero得到一次切入的機會 但他並沒有急得突破 先是以Hostage Dribble把Troy Brown緊緊的卡在後面 之後再按照自己的節奏把球擺進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右撇子的Hero從開始的運球到之後的上籃 都是以左手一齊合成 與另一個致敬都無法以Offhand得分的新秀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更重要的是Tiler Hero有近乎控球貨位般的傳球視野 可以直接持球主導進攻 舉例來說 這球Hero先是一個前推換走運球 主角掩護 在突破第一道防守線後 此時公牛隊在弱邊的兩名球員 守住了熱火隊埋伏在外的射手 把球傳給誰防守都能及時的對到位 然而Hero卻以衍生混淆對手 令Chris Dunn誤以為他要把球傳給側翼的隊友 替湖頂的Olynyk騰出空檔 再來是Hero與Ben的擋拆 這球七六輪在防守上取得先機 不論是Hero自己上籃 或是把球分出去 都佔不到任何便宜 這波看似一灘死水的進攻 卻在Hero以移技歐洲部的假動作騙過MB之後 得到一線曙光 除此之外 Hero也能快速的閱讀防守 找到弱邊的低角空檔 Bollard的空切吸引了Kobe White的補防 持球的Hero立刻做出正確的判斷 把球傳給埋伏在低角的Dragage 也正是因為他多元化的球鋒 Hero可以在運球過半場後 以持球者的姿態啟動戰術 並且找到隊友 同時教練也可以把他安排在走區 進行DHO的搭配 最後這一球 Hero是從低角觸發往胡丁跑位 並且迅速的在防守產生錯位時 把球交給Robinson 一樣的牛角戰術三種不同的詮釋 但就這一點就不難看出他身為球員的價值 但Hero畢竟是明星秀 在許多地方仍有進步的空間 首先是他在籃下的投籃效率不到五成 而這方面又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是Hero的反手上籃 即使在切入時取得空檔的情況下 他也都無法穩定的把球擺進 一旦面對進區球員的協防時 Hero又經常企圖以高難度的上籃挑戰進區 雖然他的體能數值不串差 但也絕對談不上什麼滯空力 也因此類似這樣的大車輪拉桿 對Hero來說都是應該盡量避免的動作 另一個造成Hero籃下命中率偏低的原因 就是他有待加強的拋投 比方說這球Hero已經用Hostage Dribble 成功的把Walker壓在後面 進區的Williams也沒有做出協防 但Hero還是無法得分 再來 這球他更是在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壓力的情況下 直接放槍 以Hero這種偏向技術型的後衛來說 如何把砲頭練好並且多加利用 將會是他在進攻上必須掌握好的環節 除此之外 TilerHero在外線的速手選擇上也有待加強 透過Basketball Reference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Hero在三分線外和中距離的命中率幾乎是一模一樣 即使在進球上的困難度相差不大 然而兩者分數上的差距 造成中距離的CP值偏低 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個問題的根本來自於Hero習慣在切入時搭配後側步 以此創造出手的空間 但因為距離掌握的關係 導致他經常踩在三分線上投籃 在執行戰術時 又會因為多進去了那麼一步 大幅降低了整體的有效命中率 其實只要能稍作調整 在做假動作後以橫向移動取而代之 確保自己能在三分線外出手 這方面的問題也自然會迎刃而解 最後我必須說 TilerHero是一名相當具有潛力的球員 非常值得作為球隊重點栽培的對象 只要能針對前面所提到的問題加以改進 以他和Robinson的投籃技巧搭配別人的傳球 假以時日 要練成像勇士隊那樣的球風 相信也並不是癡人說夢 以上就是我對TilerHero所做出的整理與分析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